平川说了你,天天聊不瘦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FQQ的非主流对抗 本场对抗赛后FQQ表示 他的对手可能要做噩梦 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是TS 一张非常一张比较大的EVE地图 在地图的左上角是红色的蓝色的人族FQQ 开局没有双翘祭塔 但是也没有方兵营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早就敲了一个民兵出去 哦,这一个农民出来肯定要干坏事了 另外一边 这个暗夜精灵小精灵的血量有点低 刚才应该是炸大树罩的位置太靠近了 把野怪给弄醒了 哇,这前期一分钟之内居然有那么多的细节 你说这张对抗精不精彩 好,我们看一下 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右下角 一名红色的暗夜精灵 开局的话 战争股数位置造的不是特别的对 所以他取消的时候 他的木头还是有点损失 间接导致他木头不够 所以说,哎呀 这个战争股数造的稍微的有点晚了 好,开局 双方的话各有博弈 尤其是FQQ 开局拉了一个小农民过来 那肯定要干坏事了 好,那暗夜精灵 也是派一个小精灵 去侦查一下 看看英雄的一个选择 FQQ选择的是血法师 嗯,血法师 再加上提前拉的一个小农民 老观众都懂了 应该又想偷偷的挖树 然后偷偷的放塔 好,我们看一下 暗夜精灵 选择的是老陆的首发 老陆的首发 由于战争股数上来的比较晚 所以说他开局想练 这个点的计划是泡汤了 那既然如此 看上是选择去骚扰对方吗 看看 好,小精灵 也是提前挂到对方的一个位置 侦查一下 这里确认一下 一看 呼,原来是血法的一个首发 可以的,懂了 血法首发 冥冰一敲 那血法师开局 直接是练一下这个工兵 然后KOG 还会自己练不了级 那就干扰对方练级了 小精灵 本来想抱一下对方的水元素 没想到对方是血法师 那只能够 眼睁睁的看见 都能练了 买了个黄皮 这里先把这个小精灵给赶跑 KOG 哎 生的是小数人啊 这里可以驱散一下 经验子 来了,来了,来了 装备装备 我们看一下谁能抢到 好,还是血法师给拿到了啊 一个隐身斗篷 KOG前期的战斗能力啊 不是很强 那这里 哎,一个五级怪 谁都不想练了 这里靠平A 先把KOG的血量 带惨一点 然后自己再招小数人 能杀一个农民吗 哎呀,杀了半天,终于杀了一个 KOG这一波的骚扰不是特别的成功 关键是把自己搞得有点废 好,民兵 马上又来了啊 一波又一波 这里KOG只能回家 战争古术 好,终于是造好了 赶紧出点AC KOG回家补状态 血法师继续啊 没有完成的事业 民兵敲出来 刚才打了个隐身斗篷 这一次打了个抽篮棒 小数人想过来搞事 结果呢 数量太少了 没办法 好,血法师 现在魔法值恢复的还是有点高啊 这里再给黄皮 输送点魔法值 这样可以给自己血法师加血 KOG还是念念不忘啊 等对方练分光 结果对方现在一时半会 暂时没有练 好,暗眼精灵 偷偷的造AC了 另外一边 哇,这小农民一个人挖挖了 是真的慢啊 感觉还是要血法师大哥哥过来 是吧,放把火帮你烧一下 靠一个小农民挖术 要挖到后年马月啊 来了 现在民兵继续敲吗 哎,大Q这没有敲民兵 那这一波的话 他应该是想单传过来放火 那前提是你有商店 好,可以,商店好了 商店好 到时候买个小动物啊 或者是买个塔披萨啊 哎,都行 我们看一下暗夜精灵 哎呀,终于补到一些AC了 暗夜精灵这个炼机节奏啊 完全是 完全是迟到了好几分钟 所以分框开的也是稍微的有点晚 家里呢 只能是选择升本了 好,看一下血法师 现在一个人练 民兵没有敲啊 主要是速升一个科技 好,买了一波雇佣兵啊 增加一个血法师的战斗能力 科技的话 现在人组二本 剩了一半 暗夜精灵稍微快了一点点啊 这里练完的话 离三级还是有点小距离啊 那分框还要练吗 这里插个97 好,直接是练商店了 抽个蓝 练完这一波倒三 然后买个单船 要不要过来 哇,小农民一个人已经挖了很多树了啊 这里暗夜精灵 好,选择开矿 血法师 马上倒三 咱们刚才还整了一个加五的公爪 家里的话 看一下 二本 二本好之前赶紧造个铁匠铺啊 因为你偷塔的话 必须要有车间在 偷个泡塔 剑塔没差用 来了 天黑 天黑 请闭眼 单船鞋子 全部安排好 哎 这个小精灵好像要发现了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 拉了几个小精灵 好看的 有一个小口子 嗯 暗夜精灵这一次学聪明了啊 这一不小心拉 这个小精灵 发现这里有个小窄口 暗夜精灵 但凡心思细一点 会发现这里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 血法师 这里要不要单船过去呢 等二本好 二本好的话 买两个塔坯子 买两个塔坯子 刚好直接放 好 塔坯子安排好了 血法师要单船过来 单船过来放把火 来了 这里直接放火 哦 小精灵看见了 好的 那小精灵看见了 你这塔还想偷吗 我们看一下 黑哥是不是霸王进上弓 我就要来 暗夜精灵 KOG马上到三 也要选择进攻了 这里的话 小农民钻进去继续造 血法师的话 因为单船CD没有好啊 所以他单船不进去 只能够让农民慢慢造了 另外一边 暗夜精灵的分化 马上开好 KOG选择进攻 不过 IPU家里有三根塔 暂时对方打不进去 哎 哎呀 这个车间放到外面 被对方给射爆了 那赶紧里面补一下 车间好了 才能升炮塔 否则 这个塔升不了 好 暗夜精灵 杀一个黄皮 KOG到三级 接下来 再杀一个黄皮吗 哎呀 这个口子堵住了 自己部队进不去 哎呀 成了呀 对方的一个靶子 好 血法师没办法 单船回来 放把火 劝退一下对方 4AC 呜 我这个血量掉的是真慢 FK这个建筑学 把自己给坑了啊 好 力发缠绕 血法师暂时追不到对方 那这里的话 两根炮塔升级当中 暗夜精灵是知道的啊 要赶紧过来处理一下 好 选择TP 完了 那你这两个炮塔起来就很危险了 果然这边直接转空军 好 小AC上去 哇 那这一波塔起不来了呀 FKQ 这个运筹帷幄了啊 将近七分钟 没想到 惨败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第一次偷炮塔失败 第二次是不是还要继续偷 血法师这一次是来了一个隐身啊 身上还是有两个塔坯子 接下来就看一下怎么玩了 对方的话是脚阴棋 脚阴棋打人族 哎 这个理解很不错啊 一般脚阴棋的话都是打亡灵 好 我们看一下FKQ的话 这里还想换个地方偷塔 等对方走远 另外一边我们看一下人族家里的话 好 基地还是比较的扎实一点 暗夜精灵 连到暗夜精灵去反攻了 血法师还在等 好 放把火 这把小精灵给干掉 那暗夜精灵有意识到 对方这里放把火了吗 反正血法师是看见了啊 好 小动物放进去 然后血法师可以单传进去了 放了一只小鸡 然后血法师 瞧咪咪的什么 装模作样 这里杀精灵 杀着杀着突然单传 这谁想到 谁单传 竟然单传到旁边了啊 小精灵 再钻到里面去 暂时不能把它干掉啊 暗夜精灵好继续练 小阴旗 血法师 假装骚扰 骚扰差不多假装撤退 其实没有撤退 跑到这里来了 我们看一下 暗夜精灵现在有视野吗 这里能看见 树少了几根 小心看啊 但是看不见血法师 好 FKO这一波 可以投两个炮塔了 这里KO戒已经四级了 打了一个蓝石 分框开得很舒服 目前来看管界暗夜是 暗夜是什么优势啊 双框在手 科技差不多 关键部队还多 好 FKO家里的话 看见对方出脚印旗 出脚印旗不是我经验值吗 直接转飞机了 好 这里等两根炮塔 两根炮塔一好 这个基地就危险了啊 暗夜精灵要投塔了吗 不好打 对方现在有空军 KO戒现在四级 这里小精灵 好 造个月亮景 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有危险啊 如果意识到有危险应该TP 应该是没有意识到 这里的话通过这个机动性 白嫖一下人组这个建筑 但是拆建筑的能力相当的慢啊 FKO在家里补飞机 两根炮塔马上好了 马上好 哇 这暗夜精灵真的会觉得 这防不胜防啊 这我防了一波 投塔结果又来一波 难怪FKO表示 对手估计晚上要做噩梦了啊 梦里面哪里都是他 好 两根炮打好了 那现在是少个飞机提供一下视野 有视野的话 直接就对方的基地了 好 这里 AC妹妹 下车了 下车之后呢 我这边操作一下 这边还暂时没有视野 那飞机过来提供一下视野 就可以A对方的基地了 好 这里主动把树给A开来 把血法师给放出去 来了来了 那暗夜精灵反应还是很快啊 A了两下 这个树站起来 换个地方 目前人组啊 由于是二本出的飞机 所以飞机升不了对地 那不能对地 这里看看血法师怎么打了 炮塔不能对空 但是炮塔是真的硬啊 这AC妹妹 一时半会点不太动 这里脚印全部处理掉 血法师从三级升到了四级 这里再放一把火 这风德拆塔也有点拆不动 接下来这几个炮塔怎么处理 是个大的问题 抽一下篮 接下来再放把火 炮塔打这边的风德 效果这个画面啊 有点刺激 好 AC妹妹又倒下一片 暗夜精灵 发现这个炮台 还是发现得太晚了啊 好 当然 好消息是这个基地 并没有ABA报啊 小精灵五个倒下 血法师 火一瞬间就快到五级了 这里FQ双线要开矿了 炼完这个脸马上到五级之后又可以去进攻了 暗夜精灵现在再恢复一下状态啊 最后一个炮塔要去处理一下 FQ双线马上练完 而且血法师精灵一瞬要到五级 五级之后 现在是三级的火了啊 刚才二级的话已经暗夜受不了了 这三级之后怎么办 怎么办 家里我们看一下 FQ现在还在出飞机 还是怕对方出这个脚印 分矿现在开得很舒服 暗夜精灵现在怎么玩呢 炮塔处理起来好难受 那FQ的话好 这分矿塔一起了 暗夜精灵就没办法呀 关键是FQ如果再生个炮塔 AC妹妹完全就射不太动 血法师继续隐身 又要去搞事了 接下来怎么办 看一下暗夜精灵费了九牛二火朱力啊 终于把这个炮塔给处理掉了 那分工这个柱框重新开始运营 FQ五级血法师来了 然后在进攻的同时 自己偷偷的开矿 这里好像三根圣塔 防你的Q级 然后炮塔 这里风德飞起来了 飞起来跟飞机对打吗 你本来站到地下 对方还打不了你 你飞起来不是挨揍吗 暗夜精灵 有点破怪的破摔了啊 他总觉得你是空军 我不是空军 打你就没意思是吧 好血法师现行了 原谅警处理掉 再打下去血法师可能要到六 这里放马火啊 可以烧很多建筑 飞机现在数量好 有点少 家里呢可以继续补飞机 把对方的风德全部处理掉 抽个风德 暗夜精灵 发现了对方 哇还来得及吗 看一下赶紧拆 我要是能把塔给拆掉 我就有机会 如果对方的塔起来 我可能就打不动了 炮塔起来一个 两根圣塔起来 第三根炮塔 马上起来 这风德飞起来没用啊 打太硬了 打不动 那暗夜精灵绝望了呀 血法师在自己家各种放火 结果前线又拿不下 哎 故死失彼 只能怒退游戏 我们恭喜FQQ 这一局的话 又被他给装到了啊 连续两次偷炮他 居然还被他成功了一次 好 喜欢本场对方的朋友 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